另外在屏東恆春 一台車輛疑似不熟悉地形 直接逆向行駛在南門圓環 嚇得其他經過車輛紛紛閃避 顯向緩升 畫面PO網也引發了抨擊聲浪 而另外在國道1號的北向頂津路段 在今天上午還傳出了環保車 疑似虛控打滑 翻覆在內側車道 圓環大陸上 一輛白色轎車竟然逆向 直接衝上前 真的靠得好近 兩輛車擦身而過 驚險畫面 當地民眾卻習以為常 這邊人開車都常常這樣啦 常常有的人是會突然停下來 示範在屏東5號上午11點多 一輛白色轎車逆向行駛南門圓環 讓經過車輛嚇得趕緊閃避 畫面顯像緩升 駕駛危險行徑被PO上網 已來不少抨擊聲浪 但有眼尖網友發現 這輛逆向車輛是竹車牌 疑似是外地遊客對當地地形不熟悉 才會做出頭緒行為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屬話條例 罰600元以上 1800元雨下的罰款 另外在高雄則有環保車 翻覆在高速公路上 黃車環保車橫躺 占據內側和中線車道 造成軌堵 後方車輛只能撈到惡行 事故現場車頭被撞爛 更遺留大量油漬 力道猛烈 電一旁綠色忽然也遭撞斷 事發在國道1號北向364公里處 頂津系統路段 今天早上6點多 一輛四輪環保車 變環車道時疑似 失控打滑 撞上忽然後 翻覆倒地 手心駕駛只有輕微差錯傷 目前送醫治療 事發當下也沒有搏擊到其他車輛 當事人經九側為零 現場已經恢復通車 好在兩起事故都沒有大礙 但提醒民眾開車上路務必減速 才有時間因應突發事故 記者屏東高雄中的報導